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糖水爷爷是广大网友们给谢永安老人取的昵称 他现年67岁已经摆摊卖糖水17年了 每天晚上他都会骑着他的电动车 带着矿泉水和饮料 还有八个大的保温桶从家里面出发 九点半准时出现在武汉科技馆斜对面的路上摆摊 他卖的糖水种类丰富 有红豆汤 绿豆汤 冰糖雪梨 米酒等一共八种 都是两块钱一杯 用料很足 堪称是业界良心 他每卖出一杯都会跟客人强调说可以免费续杯 摊子上面还有一块大大的牌子写着 喝开水不要钱 在这个除了工资不涨 什么都涨价的年代 谢永安老人的糖水滩 俨然是一股清流 实际上他的生活并不富裕 和老伴两个人租住在面积只有40平米大的民房内 房租每个月700块钱 水电费70左右 家里面承设极其简单 楼下是厨房和卧室 阁楼上放着做生意用的不锈钢盆 夫妻俩三十多年前从河南到武汉打工 最初是靠卖菜为生 后来分开做生意 妻子卖卤菜和烤肠 谢永安则骑着三轮车走劫串巷卖糖水 有顾客喝完一杯 自己又打了一杯 于是他就干脆给所有的顾客免费续杯 价格也一直都是两块钱 渐渐的 各色的奶茶店咖啡店越开越多 对谢永安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生意也是越来越难做了 老伴也曾经劝他涨价一杯卖三块钱 老伴认为如果不涨价的话 料还放这么足 大家就会觉得里面有猫腻的 谢永安他拒绝了 他的顾客大多都是附近的居民 平时晚上出来溜湾都会买一杯喝喝 老人小孩累了也会到摊子上面来歇歇脚 他感恩他们总是来照顾他的生意 加上他觉得大家喝他的糖水就是对他最好的肯定 每个月赚的钱也只为吃生计 但是他的心里面却是很坦然的 7月底 有老顾客来买糖水的时候 顺便拍了几张照片放到了网上 没有想到他的质朴和坚持 感动了许许多多的网友 一下子冲上了热搜 上了热搜之后 糖水摊的生意确实火爆了起来 很多网友跑去打卡 大家纷纷点赞说好喝 那几天 糖水爷爷很开心 乐呵呵地让大家随便喝两块钱喝饱 这本来是一件多好的事 却没有想到 因为一部分人的恶意重伤 让一切都变了胃 有些人在糖水爷爷的视频下面留言 质疑老人不戴口罩 不戴手套 卖这么便宜肯定是原料有问题 卫生不达标 进而有人人肉了糖水爷爷 发现他的老伴为了补贴家用 会传一些废品去卖 家里面还有一个孙子 于是就脑补了一出 黑心商人靠情怀走红 实则无依无靠子孙不孝的荒诞大戏 甚至还有人说 他的孙子有自闭症 是残疾人 老人自己只有一部 不能上网的老人机 也不知道网红是什么意思 直到孙子哭着跑回来说 同学们都说他是残疾人 说爷爷卖的东西会吃坏肚子 他这才知道自己被网爆了 老人看着大家对他的恶评 感到很心痛 实际上他的两个儿子 都已经成家了 平时对他照顾有加 网传有自闭症的大孙子 是在高中念书的 一家人的生活很普通 也很平静 至于对卫生状况的质疑 有记者就去到他家实地采访 发现做糖水的房间 收拾得干干净净 东西摆放的也很整齐 用的也都是真材实料 没有任何的不妥之处 秀恩说 他摆摊一来是想为子女 分担一些经济压力 二来是因为自己也闲不住 想为大家做点什么 面对汹涌的恶评 儿子们劝他干脆别做了 省得被人说三道四的 糖水爷爷被迫放弃了摆了17年的摊子 在出租屋门外留下了一张字条 心灰意冷地打算离开了这个生活了30多年的城市 他说 一时间 无数心疼他的网友开始声援他 希望他能够留在武汉 大家都说 脏的不是糖水 是有些人的心 即便有网友的安慰 糖水爷爷还是决定不再出谈 和身体不好的老伴一起回了老家 我们难以想象 网络暴力者因为自身的狭隘 一拍脑袋编造出的指责 坐在空调房里面随意敲笑的谣言 对一位默默做着小本生意的老人来说 意味着什么 类似的事件近年来频频发生 糖水爷爷是小摊贩 如果说质疑他的卫生状况 尚可以用视频安全PTSD来开脱 但是有些网爆者的遭遇 则到了让人大呼荒唐的地步 他们本是和你我一样普通的人 前一秒还在网络上 分享着自己的小幸福 而下一秒 就无端成了网爆的对象 眼睁睁看着用尽力气 筑建起来的生活 瞬间就被缴得分崩离析 而一旦受害人发生想要澄清 网爆者们就会立刻拿出 说你是你就是 不是也是的野蛮态度 对受害人进行新一轮的网爆 甚至人肉严重影响了 被网爆者的正常生活 就那另外一起 同样发生在8月份的 粉红头发女孩事件来说 一名95后的郑同学 拿着刚刚收到的录取通知书 来到了爷爷的病床前 想要给重病的老人一个惊喜 女孩在配文当中自述说 他在单亲家庭长大 母亲早逝 爷爷给了他家的温暖 从小无微不知地照顾他 支持他 在他想要参加美术集训 爸爸不同意的时候 是爷爷无条件地爱他 相信他 省吃俭用 给他凑够了报名费 为此 他非常感激爷爷 考研的动力 就是能够让爷爷亲眼看到 他上了研究生 让爷爷为自己骄傲 他把图片发到了某红书上 配上了暖心的文字 就像我们一样 记录下来了自己的生活 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关于亲情 关于爱的故事 但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如此温馨的一幕 却遭到了营销号的搬运 盗用 肆意传播 恶意营销和铺天盖地的谩骂 也随之而来 也有人因为他染发 而网爆了他 说他是妖精 红毛怪 染这种头发 一看就是心术不振 像夜店陪酒女 这种人怎么读师范啊 甚至还有营销号 道徒来卖培训课 笔记等等 有人说他吃人血 蛮透 诅咒他说老人走慢了 最让人不齿的是 居然还有人造谣老少恋 高龄老汉 带病考取研究生 许年轻女孩为妻 各路键盘侠们 重拳出击 有的指责他 用爷爷炒作 蹭热度 有的脑补着 一幕幕的香艳剧情 满足他们 令人作呕的内心 还有人甚至上升到了 群体攻击 艺术生 师范生们都被骂了 郑同学后来对媒体说 在被莫名网爆之后 他把头发给染回了黑色 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这起事件给他造成了很大的精神伤害 让他一度想要自杀 还好 这位坚强的女孩 最终决定站出来 走法律的途径维权 坚决追究那些 伤害过她的营销号 网爆者们 我不会倒下的 我不会放过那些 侮辱教师行业 音乐生 滑动师范大学 爷爷和我的网爆者 他说 我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而比郑同学的遭遇更加离谱的 还有八号济师事件 今年的七月初 安徽女孩小鱼和男朋友订婚了 他们举行了订婚仪式 仪式当天拍了很多的照片 小鱼把当天的照片做成了小视频 发布到了某音平台 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的美好时刻 这本来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 大家在社交媒体上 也都会看到类似的内容 一开始小鱼在留言区 收到了很多来自于亲朋好友的祝福 后来的事情就变味了 有人就在下面留言说 小鱼是某某会所的八号济师 得知他订婚的消息自己很难过 随后该网友 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 发布了一段去会所的视频 暗示自己曾经接受过八号济师 也就是小鱼的特殊服务 一时间内心误会不堪的网爆者们 像一群苍蝇一样涌向了小鱼的账号 他们在下面煞有介事 小姑是张口就来 什么九九八全套 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 还嘲笑小鱼的未婚夫 成为了老师人接盘侠 但是可怕的是 这种我见过我也见过 本地人都知道八号的低级造谣手法 还真的有人相信 小鱼一开始秉持着 轻者自轻的态度 并不想理会这些恶臭的人 不过很快 八号济师成了热门梗 小鱼不得不出来澄清了 她耐心地放出了自己的社保脚费记录 证明自己是私企的财快人员 并非网传的那样 可悲的是 在这个网络世界 轻者往往真的没办法自轻 泼脏水容易 要洗掉脏水 那可就难了 这些记录不仅没能够帮助小鱼 洗脱莫须有的罪名 反而让她惨遭人肉 更气人的是 有网报者留言说 你如果不是心虚 为什么要自证呢 真的是十足的流氓逻辑 小鱼和未婚夫 因此事件承受的心理压力 可想而知 在被人肉之后 连在单位里面 或者走在路上 都要被人指指点点 小鱼多次崩溃大哭 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做私幼想之后 小鱼最终决定报警处理 并且在网上晒出了派出所的 受案回职 这个时候诽谤她的人慌了 干嘛说 只是开玩笑的 只是因为开玩笑 而引发网络暴力的最经典案例 莫过于取快递女子 被造谣出轨案 我想大家对这个案件并不陌生 2020年7月份 家住杭州的吴女士 到小区快递点 去快递的时候 被附近的便利店店主郎某 拍下了她和快递小哥 说话的视频 郎某随后把视频 发给了朋友何某 俩人一起开了一个玩笑 编造了美丽少妇 不甘寂寞出轨 快递小哥的低俗故事 发到了微信群里面 随后 谣言经过群内 其他人的添油加醋 转发 在各个微信群发酵 8月7号 谣言已经传到了 吴女士所在的公司 所有领导同事都看到了 吴女士当天就报了警 但这并没能够阻止谣言的传播 8月8号 某微信公众号 根据谣言发布了一篇名为 这是谁的老婆 你的头已经绿道发光了 并开始在朋友圈里面疯传 截止到8月11日 这篇内容的点击量已经过万 吴女士开始收到了大量的询问 和谩骂的信息 事情发生一周之后 公司认为 她已经影响到了公司的名誉 而且她需要花精力去处理 影响了正常工作 吴女士因此被劝退了 实际上 吴女士未婚未育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 就是胡编乱造的 她的生活被彻底地打乱 丢掉了工作和生育 一度陷入抑郁 害怕和任何人接触 其实事件发生之后 她还对造谣者的人性 抱有一丝期望 她联系上了郎某 告诉她 只要她能够发道歉视频澄清 并且愿意赔偿损失 自己可以放弃 对她的刑事起诉 然而郎某傲慢的态度 彻底地激怒了吴女士 她始终认为 自己只是开了一个玩笑 之后的被转发 和被加工和自己无关 道歉视频拍了就完了 认为吴女士要求赔偿 就是在无理取闹 10月26号 吴女士愤然提出了刑事自诉 要求以诽谤罪 追究郎某和何某的刑事责任 12月 法院立案受立了吴女士的起诉 2021年4月30号 杭州市渔航区人民法院一审 以诽谤罪判处了被告人 郎某何某 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两年 案件判决下达之后 吴女士摘掉了口罩 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她在采访当中表示 即便是缓刑 那也是法律对他们的惩罚 我站出来更多的 是为了通过法律来认定 造谣诽谤是一个违法行为 这个案子不是我个人维权的胜利 是所有反对网络暴力人 一起努力的结果 她希望自己的遭遇 能够帮助到更多被网暴的受害者 给他们的维权之路 打一剂强心针 我非常佩服上面所提到的 郑同学 小鱼和吴女士 在面对网络暴力之后的奋起反击 但遗憾的是 并非所有的受害者 都能够像他们一样走出来 来自虚拟世界的无端恶意 在现实世界里面 给受害者们造成了最真实的伤害 有的甚至 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 说到了这里 很多小伙伴 一定会想到 今年上半年 引起了极大讨论的留学周事件 她在很小的时候 就被父母卖掉 换了彩礼钱 四岁的时候 养父母在爆炸当中身亡 在学校则因为孤儿的身份 饱受霸凌 甚至被学校的老师性侵 不过她一直没有放弃 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2021年年底 实际年龄只有14岁的留学周 终于成功地找到了 自己的亲生父母 即便知道了自己 是被父母自愿卖给了人贩子 而不是被拐之后 她的心里很难过 但还是选择接受父母 到这里为止 本该是大团圆的结局了 却因为留学周一个合理请求 而走向了彻底的崩坏 2022年寒假期间 她所在的中专放假了 她未成年人 无处可去 便请求亲生父母 给她一个落脚的地方 亲生父母听了之后 认为留学周 是在问他们要房子 所以就把她给拉黑了 不久之后 一家知名媒体采访了留学周的亲生父母 并且凭借他们的一面之词 发表了一篇报道 把留学周塑造成了一个 寻亲只为讹诈父母的白眼狼的形象 瞬间成为了无数键盘侠网爆的对象 他们一窝蜂地说 她是网络乞丐 说她心机 在她屡次放出证据 想要证明自己不是坏孩子之后 舆论仍旧是不放过她 大家似乎都忘记了 她只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 一个因为几万块钱被卖掉的受害者 忘记了她短暂的一生 经历了多少的苦难 很显然 她一个人在体量 比她大无数倍的知名媒体面前 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在亿万悄悄键盘 不花费力气的网民面前 是多么的渺小 面对亲生父母的冷漠无情 面对铺天盖地的咒骂 本来就患有抑郁症的她 终于支撑不下去了 留下了一封遗书和一句 生来极清 环石易静 离开了这个不曾善待她的世界 在她离开了之后 确实曾经有人站出来反思 但是大部分留言骂她的网友们 则认为 自己不过是被无良媒体给带了节奏 认为是留学周太脆弱 换言之 他们什么错都没有 而当初发表不实报道的媒体 至今都没有道歉 而是删掉了所有的有关报道 你看 抹去和删除一条年轻的生命 就是这么的容易 人们都说互联网没有记忆 留学周离开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又有一条无辜的生命 被网报给摧毁了 2022年4月上海疫情 4月4号 一个名字叫 《几粮应上海》的公众号 在微博上面分享了一则 暖心的真人真事 一位名叫 朱许亚邻居闺女的女网友 家住洪口 而她的父亲呢 则住在青浦 老父亲因为上了年纪行动不便 只能够在家里面干吃白饭 朱许亚她心里急坏了 给爸爸做了很多的饭菜 还抢了一些干粮 但问题是 从洪口到青浦 有27公里 加上很多的道路都封控的 她即便是把跑腿费加到了100元 也没有人接单 情急之下 她找到了给她送过菜的 叮咚小哥帮忙 小哥呢 也是十分的仗义 立马答应了 因为疫情的原因 原本不到两个小时的路程 小哥连汽车带走路 一共用了四个小时 原本19点15分出发的她 到朱许亚父亲所在的小区 已经是晚上的11点了 送完菜之后 小哥的电瓶没电了 走了四个多小时 才找到了落脚的旅馆住下 朱许亚她十分的感动 她坚持要给小哥报仇 小哥坚持不肯收 最后还是给小哥 充了200块钱的话费 才算报答了她 这条微博一经发布 很多网友看到了都深受感动 都在夸小哥是英雄 小哥所在的叮咚买菜呢 还给他颁发了平民英雄奖 奖励他2000元 小哥做好事不求回报 却最终好人有好报 到这里 应该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了 然而 随着这件事情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事情却在向着 令人无法理解的方向发展 仅仅一天之后 4月5号 另外一位当事人 Jushia被网爆了 而网爆他的原因 竟然是键盘侠们觉得 200块钱太少了 他们觉得小哥如此费心费力 Jushia却只给他200块钱 还评论说 我虽然穷 但我起码也会给个500 连我一个大学生都觉得 200块钱少了 起码500 甚至有人将这件事情 说成了是上海人 尖酸刻薄精明的铁证 是上海人对外地人的歧视 一时间 这位孝顺父亲的女儿 变成了抠门排外的上海人 就学要被钉在了耻辱柱上 被网爆者们骂成了筛子 他试着解释 他说自己 在小哥出发之前 就已经给他转了200了 他也没有想到 会花费4个小时 才把饭菜送到 之前我们说 小哥住了宾馆 很多网友说 跑了几个小时 还贴了宾馆的钱 最后只给200块钱 打发外地人 但其实 宾馆是叮咚买菜指定的 并不收取额外的费用 就学还曾经提出 要给小哥送锦旗 请他吃饭当面道谢 而且自己对小哥的感恩 不应该仅仅只用金钱衡量 更何况 他的经济状况 也没有这么好 之前一直找不到工作 家里面还有小孩要养 加上不知道小哥的号码 是公司的 还是他个人的 种种因素 他只充了200块钱的花费 无论如何 他是真心感谢这位小哥的 根本就不是网友说的那样 拿200块钱打发外地人 发布微博的博主 把澄清发在了网上 希望能够以此平息 大家对Jushia的网报 可惜的是 和之前所有的事件里面的 当事人的澄清一样 瞬间就被网报者的声浪 给淹没了 4月6号 令人心痛的消息传来了 Jushia不堪网报 跳楼身亡 留下了年幼无知的孩子 和生活难以自立的老父 这些网报者 只用了两天的时间 就把一个善良美好的人 彻底毁掉 把一个原本如冬日般温暖的故事 变成了含义彻骨的人间悲剧 熟悉我们频道的小伙伴都知道 我们一直致力于最大程度的 还原案件发生的过程 到结尾部分 才会加上我们自己的见解和评论 但是这次的话题 回顾受害者们的故事 让我感到极其愤怒 我相信 和我有同样感受的小伙伴们 不在少数 可是我们应该如何谴责网报者 谴责到什么程度 对待那些挑起事端的人 媒体和自媒体 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呢 有人说 就该让他们也尝尝网报的滋味 以眼还眼 但这真的是唯一的出路吗 现实当中 确实发生过这样的案例 利用网报伤害他人 最终却被网报反噬 成为了新一轮网报的对象 陷入渊渊相报的死循环 比如2018年 发生在四川德阳的 女医生自杀事件 2018年8月20号晚上7点半 安医生和丈夫乔先生 带着女儿来到了家附近的酒店游泳 安医生36岁 是德阳的一名儿科医生 乔先生是他的高中同学 两个人结婚九年了 感情非常好 乔先生是退伍军人 之前和妻子聚少离多 在部队立过两次工 还参加了汶川地震的救援工作 现在转业到了德阳某公职单位任职 他们的女儿那年五岁 乖巧可爱 平时他们一家人喜欢来到这个酒店游泳 剩下的泳池挤满了来消暑的人 安医生在游泳的时候 和一个13岁的男孩子李某撞上了 也有一个说法是男孩碰到了安医生的臀部 安医生看了男孩一眼 继续往前游 这个时候在岸边的乔先生看到了 男孩居然朝着往前游的妻子的头 吐了一口口水 乔先生觉得男孩侮辱了妻子 便跳下了水去 拨开人群 把男孩的头往水里面按了一下 反手给了男孩一巴掌 乔先生要求男孩道歉 男孩表面上是服软 上岸之后立刻打电话给妈妈说自己被打了 男孩的母亲常某接到了儿子的电话 和其他两名女性亲属赶到了泳池 在女更衣室里面堵住了正准备洗澡的安医生 三个人一拥而上 对安医生施暴 女儿被吓得大哭 安医生和三人扭打在了一起 被他们又抓又咬又打 酒店的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警方赶到之后 乔先生说打了男孩的原因 他说自己不知道男孩李某是未成年人 自己这样做的确是过激了 他向李某道了歉 两家人一起来到了派出所 在警察的调停之下达成了和解 乔先生记得 当天晚上在派出所 民警询问了他和安医生的工作单位 家庭住址等私人信息 他们本以为事情会这样过去 没有想到第二天 男孩的母亲常某和亲属 跑到了乔先生的单位 要求局领导开除乔先生的党级公职 下午他们又去了安医生所在的医院 安医生因为前一天被打身上有伤 所以请假不在 常某就跟病人和医院的工作人员大声嚷嚷 安医生是披着羊皮的狼 这种人还能当儿科医生 当天晚上 他们把永池的监控视频 剪辑之后传到了网上 视频当中 只有乔先生对李某动手的画面 并没有拍到李某朝安医生吐口水的画面 随后泄露的 还有安医生夫妇的家庭地址 姓名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证件照 这些信息在德阳当地的QQ群 论坛 贴吧和微博上面流传 当然少不了自媒体的推波助澜 造成了安医生和乔先生 在多个群内被群情激愤的网友疯狂讨伐 安医生夫妇在那几天一直在聊这件事情 想了无数的办法试图平息风波 去找了警方立案 警方说管不了 找中间人联系常谋调解 对方时间一直定不下来 咨询了做律师的朋友 也想通过媒体来解释 面对铺天盖地的骂声 安医生感到很无力 只能够整夜整夜地失眠 看着网上对他的谩骂和诅咒 边看边哭 8月25号 他给家人发了最后的告别短信 也给负责调解纠纷的张警官 发了一条短信 张警官对不起 是我做错了 我对整件事情负责 一条命顶一个心理创伤 应该够了吧 然后他把车子开到了 离家三四公里的一个十字路口 停车之后吞下了整整五百片的普尔米 乔先生收到了妻子的遗言 觉得大事不妙 赶紧找妻子 找到的时候 安医生已经深度昏迷 最后抢救无效离开了 安医生身亡的消息传开之后 舆论马上掉上了枪口 把怒火烧向了常某和儿子李某 他们和安医生一样被人肉搜索 包括住址 单位 电话号码 照片在内的信息 也被网友公布在论坛 社区 常某一家每天都能够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快递 里面是花圈 碗莲 他们甚至收到过威胁 扬言要杀了小崽子 还有记者到医院采访的时候 安医生的同事张医生 说李某当时摸了安医生的臀部 就这样 李某不仅是杀人犯 还背上了猥亵妇女的罪名 在微博上 常某和家人的信息 被做成图片后到处评论转发 在豆瓣也有人不断地发帖 要向德阳市司法机关举报他们一家 在某支付平台 有人通过一分钱转账的方式 骂他们 把骂人的话都写进了转账备注里 李某也不敢去上学了 在学校 同学们都叫他强奸犯杀人犯 就连走在路上都会被认出来 然后遭到主骂 可即便是在家里 只要能够上网 骂声和诅咒声 还是会随着网线闯进来 让常某一家人整日不得安宁 除了舆论的指责 常某一家要面对的还有法律的审判 2019年7月1日 绵竹市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 罪名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和侮辱罪 2021年8月6日 法庭公开审判 法院认为 常某利用信息网络平台 煽动网络暴力 公然侮辱他人 致被害人安某某自杀身亡 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经构成了侮辱罪 加上常某公然泄露了死者的个人信息 导致他被诋毁谩骂 决定判处常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他的两名帮凶也受到了制裁 当判决下达 这起时隔了三年的案件 再次回到了公众视野 常某和儿子李某 再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我想当他们决定把剪辑版的视频 放上了网络 敲键盘写下了对安医生的侮辱 把安医生和丈夫的个人信息 放到网上的时候 他们大概率不会想到 有人会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更不会想到 最后被网暴反噬的竟然会是自己 在谈到网暴这种群体性暴力的时候 人们常常会引用波兰诗人斯坦尼斯洛的一句名言 雪崩时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我们暂且不去说这句话的原意是如何 就按照当下的解读 我们会发现 立法纠责这件事情 似乎没有那么的简单 没有错 像前文所提到的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当中 拍下视频并且造谣传播的郎某何某 安医生事件当中的常谋等 作为始作俑者确实应该收到法律的制裁 可是推波助澜的媒体呢 参与讨论的人呢 是不是应该追究每一个留下了网报言论的人呢 应该追究到什么程度 是不是应该有点赞评论转发的人一起承担 而那些在新闻下面引战的都是一些什么人呢 我点开过几个在我看来发了让人难以理解 十分愤怒的评论的人的微博主页 透过他们的主页的内容 可以看得出来都是和你我一样 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 那为什么一个普通人会在网络上面 或者是某起事件里面成为键盘侠呢 那今天内容到这里就讲完了 就目前来说我认为应对网络暴力的良方 大概只能够从我们自己做起了 提高独立思考的能力 提高对媒体讯息的辨识能力 更加慎重地对待公共事件和自己的言论 同时也教育我们的孩子 应该如何筛选和识别信息 独立思考 谨言慎行 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那么你对于网络暴力 有什么样的看法和体验呢 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阻止 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如何净化网络环境呢 欢迎在留言区讨论 最后请大家保持警惕保持安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